大家好,我是Linda 今天我们来讲DW的第五节 DIV标签 也就称为核子标签的写法 和CSS高和宽度的示例 首先我们先打开DW 打开以后 然后新建一个HTML的文档 波顶里写入一个黑钉 H1 然后再输入黑钉的内容 接下来在黑钉下面写入 paragraph的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就写核子标签 在这里我们写三个DIV class命名 因为我们要写三个不同的核子标签 在这里输入class 然后就给class命个名 在这里我们要写三个核子标签 我们就直接给它复制 然后粘贴 粘贴完以后 我们就把每个标签的内容修改一下 好,现在我们写完三个核子标签 接下来我们在核子里面给它添加一点内容 就用paragraph 然后输入 也是用class来命名 然后我们给它命个名 然后就输入你想要输入的内容 同样我们把它复制 然后粘贴 粘贴完以后只是修改 其中你想要修改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去给DIV标签 加入它的高度和宽度 还有黑钉和paragraph的颜色 同样我们在黑输入style 首先我们来写H1 就输入H1 然后输入大括号 字体就是front size 我们给它修改到43px px就是像素 颜色就不用改了 我们就用黑色 接下来这个paragraph的size比较小 我们给它修改一下 在这里就输入p 然后再输大括号 我们直接就在这里复制 然后粘贴 然后把它的数字改小一点 给它35 因为黑钉的颜色是黑色 接下来我们paragraph 字体的颜色 我们给它改变一下 就在这里输入颜色 输入颜色以后 你在这里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颜色 或者输入颜色的名字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调色板里面 可以选择一个你想要的颜色 在这里选 选完以后 你就直接在代码这里 直接把这个代码复制 复制以后 粘贴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paragraph的颜色已经改变了 接下来我们就去添加 DAV的高度和宽度 在这里class top1 class css的写法首先就是点 然后我们写第一个 首先我们给它背景添加一个颜色 背景颜色就是bike grow color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红色 选这个颜色看怎样 添加一个红色 在这里它的宽度是默认的 接下来我们就去改变它的宽度 宽度就是width 然后我们输入500像素看怎样 接下来我们去改变它的高度 高度是highht 高度我们按输入100看怎样 80 80可以 接下来我们同样给它图置 然后粘贴 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三个 所以我们就要粘贴两次 然后只是把这个名字给它改变 这里有1改成2 这里改成3 接下来我们把颜色改成yellow 同样我们把第三个颜色改成green 记得后面要输入分号 好在这里里面的名字的颜色跟paragraph的颜色是一样 在这里我们又去把它的颜色也去改变一下 在这里它是pclass名字标签 我们就输入也是同样点 然后输入名字 我们在这里复制然后粘贴 粘贴以后就把这个改就把这个front size改小改到225 然后把颜色改成 我们直接就输入black黑色 记得后面要把分号 好在这里就看见它的颜色已经改变为黑色了 在这里我们看这个代码有点乱 我们在编辑这里按代码 然后按source格式化 然后按applysourceformatting 好我们就可以看见它的代码比较整齐了 这样就比较容易看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订阅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集再会